我覺得重點不是結盟 重點是這個沒有符合台灣社會的需要 這才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郭柯王三人選在823炮戰 這一天終於同框合體 但這一幕讓國民黨議員氣炸了 那柯文哲要拐他們來同框 也要給他們一個正當性嘛 就是沒來延續的正當性 我說38萬騙到郭王同框 當然是一個反諷的方式 其實823炮戰是一個深藍的議員 來給我建議的 那我聽一聽也覺得有道理 就給他弄了你知道嗎 深藍議員憲策 很明顯鬆動了國民黨的團結 而傳出這三人若結盟 戰略就是讓郭董當主帥参選總統 王金平操盤地方派系 柯文哲則鎖定進軍國會 搶攻立委席次 我不希望2020的選舉 是恐懼跟仇恨的較量 在恐懼跟仇恨的較量以外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選項 他是希望 不想台灣政壇只有菲蘭極律的選項 柯文哲積極創造第三選擇 但現實是民眾黨能否成立 都還沒通過內政部這一關 這第三股力量能不能發揮效果 柯文哲殷切期盼 我們不希望他是一個仇恨跟恐懼的 比這種競爭或是一個希望 聯訪結束後 又忍不住再回頭 透過媒體盡頭 柯文哲繼續向國王喊話 台灣的第三條路 能否成真九願見分曉 歡迎收看陳新燕 張遠川 台北報導 如果按照片會有一個仇恨的 方法 我可以做了嗎? 我可以做了嗎? 好 感谢观看